咱们准备下高速前方有点堵 可能是在查车吧 你看前面这个白车 后排下来一个人 走到后备行好像拿什么东西 结果令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 那个人直接钻进了后备行 然后关上了门 这是啥操作呀 后备行还能这么用吗 真是个人才呀 看来他们的车是超载了 害怕被查 所以才这样做的 不得不说这种行为真的是精掉下巴呀 咱们正常行驶 终于看右前方的白车 转向也不打 就这么直接起步了 白车大哥 我就问你心里慌不慌 你这样操作 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提醒大家 起步的时候一定要观察仔细 要不然出了事故 你哭都来不及 咱们正常行驶 注意看左边的车 打了转向就开始变道 结果又一脚急杀 把咱们车主给吓了一跳 你说说左边这个车 是不是有毛病啊 你看前面的小伙子 怎么就把自行车给骑上高架了 这也太危险了吧 咱们车主明笔提醒他 让他靠边好让咱们过去 结果他还来脾气了 直接把自行车给停在了那里 然后走人了 哦吼 果然你骑自行车是有原因的呀 就这格局 只配走路了你 高架上面 你看前面一片红 都被堵在这里 你看咱们前面的车 还在违规变道 相互穿插 你说遇见这样的司机能不堵吗 你看右边一张轿车 压着导流线 就开始往咱们这边变道 车主等着急了 没有让他缓缓前行 并且按喇叭提醒他 我等了那么久 你上来就加塞 那肯定不能惯着你呀 结果那个轿车司机就来气了 打开车门 逼着咱们车主就是嗷嗷叫 你看他还下车了 他这要干啥呀 准备动手吗 我说哥们 我让你是情分 不让你是本分 不要以为谁都会惯着你 你看这是啥情况 这个骑手怎么用自行车砸路寻啊 这也是够牛的 虽然路寻站到停车不对 但是你这样破坏他人财产 也是不合理呀 你看看前面那个奥迪 也是站到停车 你咋不砸呢 我感觉 你这纯属有点私人恩怨在里面啊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啊 一定不要站到停车啊 要不然你的车可能就会像路寻一样 被人无情的打砸 高速上面大车视角 你看左边车道可能是在事故 放了很多雪糕桶 咱们只能从这一个车道走 你看前面那个黑车 怎么在这里停车了 还要在这里掉头啊 我得怪怪 还好咱们车主速度不快 要不然就直接撞上去了 你说说这种司机害人不 高速上面随意停车掉头 你这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 高速上面 注意看前面的白车 结果那个白车又突然变了回来 红车为了避让 一把方向撞在了护栏上 结果就这么失控了 我的天 那个白车 你不会是有病吗 高速上面这样开车 你真的是嫌命长啊 问题是 你不要命 也不要这样害别人好吧